光阳的GKU25感受了几天 咱们今天唠唠这款车 全车都是LED的灯光 试了一下晚上的照明度还可以 在我的这个印象里 不管是三阳还是光阳 他们那些车型大部分都比较费油 对于这款GKU25 一开始官方宣称的 百公里平均1.93的油耗 我是不相信的 但当我实际把这款车 我现在跑了大概有两箱油的公里数了 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剩油的 我这个大体格子 在结合着现在这个天气 基本上百公里2.3上下 和我那个零木UY的油耗相差并不大了 你说这车在动力上 6.9千瓦最大扭矩10牛米 急行的时候会感觉这款车 算是一个动力上在125级别里 还是相对不错 整备重量是113公斤 灵活程度也比较轻巧 这个车的一个卖点在哪呢 就是它的这个坐高 大家会可以看一下 这个坐高只有750 别管是你身高只有1米6 还有你像我这种1米8多的 都能够轻松驾驭 好处一点在于 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 会感觉这款车的车靶 很轻很灵活 两个外置的储物口 外置储物口空间都非常大 你看放三瓶矿泉水 光阳的GK125 这里还给你配备了一个 电源的开关 像一般都是跨骑车型上才有的 这个小踏板 能有的人家都给你安排上了 但是毕竟8-9千块钱的价格 你如果想要什么 无声启动 怠速启停 那个还没有 这款车对于光阳来说 它和前江是有一个深度的合作 属于一款类似于主打中低端 需要走量的小踏板 前12后10岁的这么一个轮毂 它的市场定位 毕竟8-9千块钱 就是一款市区里通勤买菜的小踏板 这个脚踏的宽度还不错 我大概的量了一下 26公分左右 总之8-9千块钱的价格 给你全车LED的灯光 并且有着双油门的拉线 又实用还挺省油 我觉得这款车还不错